starting to go out of the West 他們兩位講者稍微提到一些 他們的一些想法 那我現在接下來好 다음에最重要 大家很容易呈到這個 這麼熱熱的天氣 然後起來 Truong 他長到現在都沒有 dinner 所以說現在這個部分是屬於大家的時間 那我想說我們這個時間開放大家的一些討論跟提問 那這個討論跟提問呢 我想說我們就是用兩輪來組 就是說我們第一輪先收集三個問題或三個回應 也許你不見得是你的一些對於影片的看法 或對於這個青年貧窮的這個議題的想法也好 不一定是你的問題 不一定是真的講解問題 那你也可以提出一些你的看法 我們第一輪先收集三個 然後第二輪再收集三個 如果時間足夠的話呢 我們再進入到第三輪這樣吧 這樣就比較清楚這個規則 那比較方便掌握時間 然後如果你覺得天氣這個空氣很悶 然後很受不了 可以出去透透氣場 不要太快回來 不要出去的就不回來 好 那我們先收集三個問題 好不好 好 這邊 好 還有沒有 再兩位 那邊有一位 這邊一位 好 我等一下問你一點點時間喔 因為為什麼我們想做這部片 那我覺得剛剛那個浩哥其實呈現了一個很巨大的結構 從這部影片裡頭去法文 那我其實很想分享那時候 就是作為氣象瓶發生 我們覺得孩子們應該看這部片 老師們應該看這部片 官員們應該看這部片 我覺得其實是因為 剛剛浩哥講的那些所有的體溫都如此之關鍵 然後所謂任務這件事情 什麼結構造成了這個流 然後那麼大量的象徵喔 我其實覺得是非常有趣 特別是孫中山 我記得我們這幾天在台北做音后喔 學生其實沒有辦法分清楚 他們的學校裡是孫中山頭上 還是蔣介石頭上說 我們其實是有一點就是暗自高興的喔 就是當那個東西不被分清楚的時候 我有程度的的確確就是表示蔣介石這個東西 其實有一點在被顛覆 那更重要的其實為什麼是孫中山 配方他這個概念裡頭 我覺得他太從社會學的符號學來講 或是從我們在書裡整個社會學 關於階級關於潛力的時候 這部片其實都做了一些很精彩的安排 而我覺得那些安排 怎麼樣被連接到我們所關懷的議題 大概是這部片值得一看 大家甚至一再討論很重要的一點 那我在這邊很想跟大家講 因為義島其實跟我講的一些話 他其實很想來 他知道有哲舞的活動 他花很大的力氣 想要排除萬能來 而且事實上他現在在台中 我剛剛在車上碰到他的時候 他還在想說我有個馬來 他更想跟你們講 那我其實很想跟你們分享一個 他跟我講的東西 他拍這部片其實很重要的精神是 他說這個 他說他就是在既得利益的階層裡長大的人 他在大英區出生 他念私立復興小學中學 如果你們知道台北你就知道 那真的叫做中上階層 貴族學校 然後進到高中才發現他身體有一些跟他不一樣的人 所以他覺得他說他拍這部片就是 這是一個為既得利益者設計的世界 而他其實拍這部片是要講給他的既得利益者的朋友們 聽說你看看這個世界有人過得不一樣 所以當他在講貧窮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思考 他說我拍這部片在講貧窮 有非常多人在講說 剛剛鞋子的那個印象 小天跟 阿佐跟小天的鞋還穿艾迪的 還穿那一體 那衣服光鮮亮麗的 制服真正齊齊的 沒有窮人的樣子 他說他對這件事情是非常憤怒的 他覺得我們在思考貧窮這件事情 貿成已經貼了一個標籤 就是參謀物書 可是現在的社會 其實參謀物書是一種情況 更大部分的人就是 你面對這些22K的狀況 你不窮嗎 那你要去講說 這些22K的年輕人 他們有iPhone嗎 他可能也有 但是他對於他未來的人生 你每個月在賺22K的時候 你去 你覺得你的人生有什麼樣子的選擇權 你能存到多少錢 你對於居住這件事情 你有選擇權嗎 你對於成家立業這件事情 你有選擇權嗎 你對於你的小孩出生之後 你能夠供養他 為他吃什麼等級的奶粉 上什麼等級的學校 你有選擇權嗎 所以他其實想要講的貧窮 是指我們在做自己的想像 或是未來的想像的時候 你有多少的選擇權 就是他在這部片想要講的貧窮 那我覺得有一點很想要回應這件事情 就是特別是用孫中山這個符號 或是面具這個符號 去講那個集體跟個人 去講那個隱瞞 當大家穿成一樣的時候 你在集體創造一個什麼樣的任務 而那個任務的每一個人 你又是自己的面貌 都穿你的面貌 怎麼樣被討論 然後階級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最非常有意思的是 最後那些孩子在寫鬼播書的時候 在講說什麼 是從頭說起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部片最珍貴的 不是單單在講貧窮這個狀況 他其實在講一個非常巨大的 階級世襲的狀況 他在講一個貧窮世襲的狀況 他在講所謂在這個階級體系之下 你現在存在一個沒有選擇權的位置 你的下一代的選擇權在哪裡 而那個窮怎麼被理解 絕對不是被理解成 今天小天看他怎麼就不用參公主書 他還是窮會 當那些孩子不斷在講說 那我該從頭 我阿公阿公 你知道 幫他們去講從頭說起 的頭在哪裡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我非常非常難過的 我覺得是做一些些的補充 因為你知道 我覺得他是很想來 但是他來不了 所以把一些我覺得珍貴的訊息 帶給大家分享一些 謝謝 oter謎 來… 説 沒好羞 就是我有些東西想讓大家分享 我自己比較無感的 是uman 是 那大家有点不太像高中生 反而有点像高中生 然后就跟我结束的很多朋友们很像 那我们在看他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看出来 但应该有人觉得他们是坏友 也会觉得他们只是一些很善良 或是想把很单纯的人 可是这些人 我会一直把他想到我的同学 他们都会被贴上一些坏孩子的标签 就是可能因为他们不爱念书 或者是我会做一些老师 看起来很伟大的师傅 会出去比赛 也会拿很多奖板 会很微笑争亡 可是他们家里有问题 所以他会把他家里的问题 带来一个像 然后因为他只是一个孩子 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 他们只好在学校 然后变成老师有困扰 或者是他们只要把这些东西 转移到他们其他行为上 比如说 因为家里的书 让他的某些行为会不好 比如说他爸爸都会打他 或用我的电话骂他 但他从小都在这个环境长大 所以他不知道这件事是错的 也没有人告诉他是错的 只要他去学校 老师就会觉得 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是错的 所以就会骂他 或者是给他 把战狼的提法 或者是羞辱他们之类的 所以可能是一些小 小羞辱 但是对小孩子来说 那件事情就会很大 他会把那些 有点丢年的事情变得很大 所以他们就会对自己有些不好的感觉 别人也会对他们有不好的感觉 那 久而久之这些东西是会累积 然后后来 可能到国中以上 你老师们就会把他放弃 这件事让我觉得非常心痛 嗯 我记得我高一的时候 我听我一个以前的朋友说 我的同学让他们很怀孕的 那时候我们都是高的医生 所以我这件事让我觉得非常沉重 但是我国中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可以跟每个人都轻松打前面的人 所以我其实跟那个同学并不很熟 但是这件事让我觉得很震惊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这件事你竟然要过这么久 这么久才让我知道 而且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点落不到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很难过 我就去跟我的高中同学说 那我的高中同学就告诉我说 我手 我说你不觉得震惊吗 他说觉得啊 我说我觉得很难过 可是我跟他不熟 又点落不到他 他说那我不要跟他熟也没关系 然后我觉得 我不要这种事就觉得很无力 因为他真的不坏 那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试堂 是因为没有人读出他 或没有人教出他如果可以 然后他就不小心犯了这个错 然后当他犯错的时候也没有人会管他 因为他就觉得他是坏孩子 然后他要进程犯些 然后所以我 很受不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 这个社会一直在 让我看见一些小部分的人 然后这些大陆数人 还有就是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在台湾也有很多人是 国中毕业就开始投入职场 或者是高中毕业就投入职场的 那可是那些东西我们的新闻很少到 新闻就想不到就是 就是学生跟指高级一考怎么样 大学一考怎么样 然后从车怎么样 但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工作 但是我们都把他分阅了 那我姐去打工的时候 他就遇到很多二十出头 可是已经是餐厅的行政人员的人 他们都很有难力 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 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在思考方面 就会把他变得流弱 所以也比较 比较少能为自己发声 那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想我在台湾应该也会多少 遇到一些不平等待遇 但是他们却缺乏我 到可以为他们自己说话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件问题 然后 还有那个刚才有 刚才有一件事情我很想说 但是讲怎么没有提到 就是那个 当大家都在写回过书的那时候 因为好像写的其实是 就是有那个被查掉的 没有他干净的字集 那其实是韩玉的诗说 就是什么诗则 就是什么诗则 所以传到社会结果年 就是韩玉在 向大家解释 老师跟学习的定义 但是在那个当下 那个教室里面 老师只是一个 读出他们写作文的人 然后他 老师不相信 大家写回过书的原因 或者是老师根本就不想看 他们回过书的内容 因为他觉得 回过书就是要写的滑滑立体 像写作文 应该要写三千字 他没有去看到 他背后真的会做到 做出那些 不得已的事 就是老师看起来是坏心的事 但是其实他后面都是有很多很多 所以你的老师没有去了解 也没有去照顾到那些人 可是 以一个小孩子来讲 从国小到国中海 都会觉得老师或父母就是大人 那大人是有单单的 他们可以 小孩子都会觉得大人是超人 他们可以为他解决很多很多事 但 当 小孩发现大人没有福利 他会解决事的时候 其实这个负担还蛮沉重的 我自己是 有 当我 逐渐发现 我身边的大人 其实有的时候 比我被学校照顾多了 那感觉真的是 有一种被欺骗的 巨大失误感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 更 开阔的看到这些事 然后 更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还有 最后还有一个是 那个 那位父母终于出现的时候 他出现了 那个画面是警察在房间 然后他们在跟警察 还有老师去公道歉 那这也是他们父母说 那个小天的爸爸以外 回应出现了镜头 那他出现的时候 也没有 也没有照顾到他们孩子 只是跟老师 就是 卑躬虚心的 只是说对不起 就是 我自己的解释是 他在对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 低头 就是因为他 无法 无法去 无法去跟这个东西抗衡 而且 父母也会觉得 他们是有利的地方 所以 他们也不觉得 他们是正确的 会觉得说 是他们孩子 爹老师 爹妈 是他们孩子不好 是他们造成问题 他们是问题的来源 所以 对别人 鞠躬 那我觉得这样是 很正义的一件事 但是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 好 还有我们想 好 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一些 生命感的一些经验 那我们很欢迎这样的分享 那 尤其是月年级的朋友 因为我们今天要让青少年 很发展的空间 那 最好是 你可以多讲一些 个人经验这个都很好 那不过 其实他刚刚这位同 你是高二的 高二生高三的 他才高二 然后可是他看到很多 他说 跟我们很大人想象不一样的一些事 事件 或世界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分享的过程 那同时 他刚刚提到好多点 都觉得 他提了空间点 我说 下次只会我就来做这个 比如说 他刚刚提到作文的问题 我今天因为我 我不应该多讲 我讲一下 因为我今天下午在澎湖 也是对一群高中生演讲 讲 我谈的是有关司法 司法改革的一些东西 那我就谈到 现在台湾的法官 我就是 台湾法官都是 好学校毕业 然后要经过很多精神才考上 对不对 可是我们 台湾法官判决书 大家都写了 他不懂 然后都在看起来 像写作品比赛 那种 比如说 判决说 这个人这个 罪行 多么可恶 然后 人生共分 罪无可思 对不对 就是判决书写的时候 我说 反应在一个东西 就是台湾 作文教育有很大的问题 老师在学校 不知道怎么教作 结果 法官写出人生共分 判决是 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作文 如果在学英文 写作文是 应该是根据事实 来写 写出一些文章 可是我们写出的文章 说 因为人生共分 可能这样也没有问题 然后这种做的总统 会很高 因为很多用心 然后学校老师 鼓励用心 类似这样 所以你刚提醒我 下次要来做一场 那个讨论 作文 教育的这个车文 好 然后还有一位同学 来来这边 等一下 我们第二轮 欢迎再更多更年轻的朋友 大家好 其实本来是要提问 但是我想要先回应 一下三位同学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 你感觉到大人 有时候你还需要照顾 而且开始有被欺骗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关系 代表你应该把 你觉得大人应该怎么样 家长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怎么样 这个应该拿掉 我觉得你应该会比较快的一点 对 因为 其实就是 拿掉之后 你会更看得更清楚 而且会更多的词 可以接纳 一米一样的人 谢谢 那 我想要提问 就是中间的 因为 其实我对社会议题 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所以其实有些地方 我其实太懂 所以想要提问 就是我想问 快遣工 跟那个 工会之间 他们抢夺的资源是什么 然后还有我想要问说资源均分 这样子 这样的理念 对 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 为什么实际做起来这么的困难 对 我想请问这样 可以 可以 等一下 我们也请 就是两位讲的 都可以 针对港带的一些分享 也都稍微做一点 可以 然后工会 其实每个人都会参加工会 就是学生也有 我们参加的是叫 student union 学生会 翻译成英文的student 那个也是学生的工会 所以我们对工会 不要很重视 这样子 我想要 我应该有提到 那个写的幕书来说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不是这部片 就是前面 我刚才有说吧 其实这部片 其实到了 我们看到结尾 他们的工窗事发以后 大人才出现 呃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他们 看到结尾的时候 那个小点 他那个 阿董 你是在等跑吗 很久 那你们发现到最后 他包围他们 只有警车 没有警察 然后 警察没有出来吧 你应该没有去做吧 呃 基本上我认为 他没有让这个警察出来 他其实在讲说 那个警察 其实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力量 他是一种制度上的力量 他是一种制度上的力量 他就是警察 就是呃 呃 呃 我们可以讲 警察就是一个 国家在行使 他的权力的一个 一个机器人 他只有让这个警察出现 然后 再后来再出现的 就是那个 写毁过书人的老师嘛 就是那个 老师在课堂上面 然后那一幕 我是觉得还蛮特别的啦 就是 呃 因为他只看字数嘛 就是你好像要字写的很多 你才有钱力 然后你交出去 你才有做足了你 呃 很忏悔的心理这样子 所以我甚至觉得 他甚至连 你到底写了什么 他也不管 他甚至没有要求你做写的 不好看 他是看字数 因为他只是要 对上映的人去交代 你可能要把 这个 这些回播书 就是叫做 而且那个老师 还有出现在那个 新闻转播画面里面嘛 就是他非常标准 就是那一种 是 他他在应付那一些 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也是用 这很敷衍 而且有一种 尽量 对你们记者这样 调误 都会处理得很好 他们处理的方式就是 按照一套 学校的一种行政 就是行政流程 然后你那个 郭书林 字写满 那你就回过 但是我觉得 那一幕还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其实那一幕 对我来讲 是一个审判 那是一个审判啊 就是 到底谁应该要审判 到底谁应该要回过呢 这些小朋友要回过嘛 所以我觉得那一幕 我们应该要去想 这个应该回过的人是谁 我之所以会说 那一幕是个审判呢 是因为 其实毁过说的人 才是有错的人 所以那就是 所以那小朋友 他们其实是被审判 他们被弄的是有罪的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只有在这个时候 他们被迫开 就是那个老师不这样讲 说要从头邪情吗 他们才开始去想 他开始讲说 到底什么叫做从头 是要从我爸爸的失业开始写起吗 还是要从我阿公的电脑开始写起 我觉得这一幕 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是 他们其实已经知道自己穷了 但是在那一幕里面 他们发现这个穷是有必实写的 大家知道我什么 这是我们开始觉得穷 所以像刚刚那个电脑提到说 他所说那个贫穷事实 或者是阶级事实 意思就是说 呃 有人是靠爸爸做法 爸爸有钱 他可能就有很多 他就里面有更多的资源和力量 那如果我们的爸爸是一个 失业的人呢 那我 那其实根本就是那个起跑点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社会最喜欢 当告诉所有的年轻人 或告诉女人就说 那一切都很公平啊 就是当社会说 是你自己努力不够的时候 一个 他暗示的是什么呢 他暗示的是 大家都是在一样的水平线 开始起跑的 别人不够成功 是因为他努力 所以当你在说一个人努力不够的时候 其实 你是在假装看不到 每个人不是从同样的情况下起跑的 所以我觉得那一场戏 除了这些小朋友 他们意识到穷这件事之外 他还让 简单讲 他们开始有阶级意识了 而且 他们一旦 意识到阶级这件事情 还发现这个阶级 在历史上的功能 或在历史上的角色 虽然那一幕只是讲了几句话 但是从阶级的观点来看的话 我们的那一幕是还蛮精彩的 所以我是补充刚刚的一个文学 有一个 首先一个 就我先回答先问总结的问题 就是说 我想可能也有些 其他人可能也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工会跟派遣工 他们在抢什么样的资源 就是说 因为 派遣工他们的薪水是从派遣公司发的 那派遣公司 通常就是比如公司 发现给派遣公司 然后他再从派遣公司那里 发给派遣公 那正级员工的话 他的薪水就是直接从公司这里拿 对 那 其实一般来说 派遣工的薪水量也就低一点 那其实 如果大家有看到派遣远王的话 就看到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正级员工很讨厌派遣工 因为有时候派遣工在抢他们工作 因为他们薪水比较低 对这一种 但是在中塔技术学院那个星星 会有 他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那是工人 他们很 这个 陶勤公司的工人集团 其他不足的一个工会出来的公司 谈条件 然后 说 我保障我的利益 那公司的钱就是这么多 那他要给原工薪水 要给原工福利 但是 他如果议任没有很多的话 他资源就这么大而已 那 如果说 他可以让一部分的员工薪水比较低 那这样的话 他们这些人福利就可以保住 所以他们就说 我自己组一个派 我们工会可以自己经营一个派遣公司 那当然是一个特殊情况 他们 工会说 自己经营一个派遣公司 然后帮他们雇了一些 比较延价的老公 然后 连派遣公司跟 那个 派遣公司跟 公司谈的那个 价格都是工会戒指在谈判的 对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 但是在一般的公司里面 派遣公 跟那个政治员工 他一直都会有 比例的跟公司在进行 公司的那个利润 公司的 所赚得取的利润的问题 对 那其实 这个在 以整个国家来说 像那个教育 像先前我讲过的 反高学费的问题 当然也会说 我们的主张一直都说 大学的高等教育学费 应该要由 国家支援 可是呢 国家的资源就这么多 怎么办 那其实 当然这个就要 又要往上开了 要从头说起了 从头说起 为什么你都给 企业减税 企业税缴税 所以你当然教育资源分配不够 所以你那么小一点点 所以其中一个 学校的学费只好一直涨 因为 国家给的资源就很少 所以其实 听起来就是 我觉得从这个 派遣公的问题 或者是反高学费的问题 都牵涉到一个资源分配问题 因为资源就是怎么多 因为大家要怎么分配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会分配不均 这问题就连过来了 因为那个 以前我们 在 九五年五张全片的时候 那时候 简齐简单 玩了一个游戏 就是说 我们大家首先 大家都 大家都来 都来 做一个交换 一物一物 要拿那个 筹码在交换 然后这时候 有一群人讨出来 有一群人讨 过来人比较精英 考试比较好 他们自己来制定游戏规则 然后我自己制定游戏规则 然后他可能制定出来的交换规则就是不公平的 就是说 那个 他制定出来的规则就是对我有利 例如说 你必须告诉我 你有哪些东西 你有几个红的 有几个白的 那我要跟你换 对 或者说大家玩过 我把阶级到二 对 我们扑克牌 我阶级到二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说 当游戏规则是由既得利益者在制定的时候 那他很可能 他永远制定一些 对他比较有利的 像我刚才提到的减税的问题 那个 因为企业的传统比较大 会帮助我们 一开始想要谈到说 那个实行95块 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没有上调到位 因为也是企业的拳头比较大 所以才把学生的 学生和青年的力量压下去 因为他那个 企业或者是跟官员 那个 方案怎么样都已经巧好了 对 所以就是 那所以 那所以其他 为什么 我们会一直强调到团结这件事情 因为团结的话 那个拳头才会更大 那拳头大了 他才会有实力去谈到说 我们真正要的 平均资源是什么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我有稍微想要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其实 当我们是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团体的时候 其实我们常常跟教师工会 或者教育者团体合作 然后 或者工会 工会可能很多都是家长 对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当我们看到说 有些家长 或者有些老师 他们可能对青年的样子 其实是很压迫的 或者是老师很不会教学生的 但是 我们现在开始 小时候 都是叛律学生 叛律学生 会反叛那些老师 可是我们现在 现在跟老师合作 因为 我们开始发现老师 也可能也是 结构中的受害者 因为比如说 老师 他比如说 今天我的训练 训练 训练 我每天就是要交报告 每天给我的上级 那每天我要接很多学生 那我可能心力交错 我可能就给你前面来交 反正你给我交回货书来 我就可以 给你打发掉你 对 那肯定可能就跟他的 劳动条件是有关系的 对 那当然啦 我们也不是说很慈悲的 去看待你的 在学生 当我受到压迫的时候 我可能也不会那么慈悲的 可以去看待我的压迫者 但是当我放在结构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 他跟你也是同意 是可以 他很可能也跟我们 同一个战线 对 这是我想要分享一个想法 好 那我们是在第二轮 应该是这个原因 因为时间这样 第二轮在开放的三位 年轻朋友 我跟你讲 这边一位 这边 这边 三位 这边有 没有 好 就这三位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 电影里面有公司说 小左在问他们其他的朋友说 要把压迫的时候 就前面两位都说 我压迫要举了六手 然后 最后一位 迟疑而下 我看他是举了 左手 我想不做 他是 然后 第二点是 第二点是 那个 媒体在问那个老师的时候 他第一个问题是说 请问那个 确定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吗 然后老师就说 那个警方还在调查中 然后 记者在问 一个问题的时候说 请问他们 有 真的反省过了吗 然后老师就说 他们真的反省过了 然后电视墙上就是 微波 那个 他们已经反省过的 那个画面 这个也是故意的 这就是很大的互动 好 好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回答 这个小小小小小 你又有什么 这个 我现在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大家说到那个 就是 不公平与公平的 这个点的时候 当然就是在很多 那个 该怎么说咧 在资产分配上面 天生来说 这个东西当然不公平的 但是 我觉得在现在的话 可以把它就是 放到公平的点的话 我觉得一个方式 是不是能够用网固的方式 出去把它 就是达到资讯的 比较 该怎么说咧 就是 资讯的比较公平的上面 就好比说 比较好的学校 跟比较不好的学校 通常来讲 他们把资讯的流量 就比较 就差很大 该怎么讲咧 让我示范一下 就是 好学校的学生 用10Mbps 对 那比较偏远的 用100Mbps 不是 问题是 就是 例如说 当你有一些活动 或者是什么 比较 比较多资源的时候 当然 比较好学校有 天生的光环的问题 所以说 就是 会有比较多的 就是 机构或什么 寄到他们那边 然后当 就是比较没有人知道的学校 或 那个 偏远的学校的话 通常来讲 就不会有这个资源 但是因为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通常来讲 必须要有学生去 就是 收取可能的资讯 可是 基本上来讲 从我小开始的话 就有观察到的方式 就是 学校并没有教导 大家去 怎么使用 这个东西 但是 这是我目前观察到 似乎可以比较 把 就是 竞争 放在相同的地位的 就是 比较好一点的方式 因为 不管在那个 东西的贩卖上面 还是 就是 视讯的后居方面 就像 像 博报 道明这个东西 也是从网络上知道的 但是可能 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们就不知道这些消息 或者是 他们打压了 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可是 学校从来没有去教这件事情 这样子 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方法 去 就是尽量拿到研讯 資訊不对的 非常困难的 有问题 那个 陈廷浩先生 就是 你刚刚提出来说 隐身中山 刚刚主角 那我想问 你要是来看待这个地理 好 这三个问题 请 两位讲 就做一点 欸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这个中山的那个 那个 因为我不知道 现在大家中国史 都会怎么样 以前会是乱读的 但是我记得 是不是都应该 基本上 他是有点左派背景的 所以他才会讲 你涨价归工 就是说 就像 呃 现在我们才来讲 什么高房价 就是那个 他是说 呃 我简单的讲 就是 你房子买了 放在那边 他涨价了 那 他不应该归那个屋主 那个是 那个应该要 应该要拿来去分掉 所以其实孙中山 他其实相对来讲 呃 是比较有点左派思想 对不对 对 然后 如果大概记得的话 他还曾经 连二轮共 就是说 那时候 二是指苏二 共是中国共安党 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 对共安党 是没有那么 就是我们现在讲到共产党 大概只有想到 中共 共共嘛 哦 其实 呃 共安党也有没有可怕 对 然后其实现在中国共安党 就已经不是共产党 基本上 他就是一群 就是打折共产党的名号 在行资本家之时的 一个政权这样 所以我第一个要说 其实孙中山 其实本身是 是比较有点左派 就是那个左派心向的人 然后如果 呃 我们看到这个结尾啊 那个 那个 那个小团小编 他们就说 呃 可以延续我刚说的吧 他们在写和过书的时候 讲到那个从头说起 他们就想起 自己的爸爸或阿公 是贫穷的 可是到结尾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一定要一起来 做一些大事 我们不能够让我的儿子 和我的儿子的儿子 也一样贫穷 所以他其实已经很清楚 这个贫穷 这种婚的阶级 怎么样去做的 所以他 他才会不止回顾他的阿公 他也会想到我的孩子 那我可能会想问 他想要做大事 这不就是孙文讲过的吗 就是不要立志做大官 要立志做大事吗 这我想要问之外 我的朋友问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那个小组而且 他们所说的大事是什么 然后什么样成为大事 这可以让大家去想一下的 另外 苏文虽然有讲过说 不要立志做大官 但是要立志做大事的段 我稍微插评一下好了 现在很多人会认为 我要先当大官 我才能够做大事 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 我现在力量很小 所以我必须要先掌握 我掌握到权力和资源以后 我才能够做大事 我现在要当大官长以后 我才能够 就是来推行政策 可是呢 人性是非常脆弱的 当你掌握到权力和资源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 忘了原本想要做大事的初衷 好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主要的速度 我不认为 一定要先爬到多高 或者是我要拥有多大的权力 或者我甚至做官 我才能够做大事 就是 大事是很多小事集合而成的 所以 大家可以想想看 小佐安小天 这两个小鬼 他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大事 然后我会觉得 这可能就是这部片里面 孙中山看这两个角色 可以做连结的地方 当然如果 可能还可以有更多 可能还有更复杂的连结 就是 比如说 有人可能会讲说 在此时此刻 这部电影出来 就是要告诉我们 现在的执政者 不过民党 说 当初那个伯父 他可是有点左派思想的 可是你们现在就是 嗯 就是 嗯 就是 对啊 大家应该知道吧 但是因为是这样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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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孙中山 他 嗯 就大家如果有机会啊 可以去看另外一部 另外一部 那个文化库在那个 那时候叫文件会 在那个建国百年 他讲到国日中央的国 建国百年的时候 他得做纪录片 虽然说 那时候是因为拿了很多 纳税人而减 拍出来的片子 其实没有到达那个价钱 应该要 抵达水准 但我觉得 还蛮有水准的 至少和我一向以来 所认为的孙中山 不太一样 就是 当然我对那部片也是有批评 然后他可能没有 我所希望的 那么精进 或那么进步 但我觉得呢 那部片里面的孙中山 基本上 因为他这个整个团队 是年轻人在拍的 所以他其实是 嗯 把孙中山视为一个 就是在世界各地旅行 很会打准套 然后很会筹钱 是一个很 他是一个组织家 这样子 然后 然后 以前我小时候 我并不认为 孙文是一个主持 就是一个 他是在做运动 是一个主持者 但是那部电影 就是那部纪录片 他是强调 孙中山是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 如果大家 其实更不知道 谁是孙中山的话 那部其实我看过 到目前为止 相对来讲 比较开明 对孙中山有比较公允的 也不能讲公允 稍微比较客观的 一个纪录片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孙中山这部片 有一些连结 就是 应该是要让大家 去多认识一点 那个孙中山 然后再去想看这部片 看他有什么样的对话 这样子 谢谢 那当你有提到那个 左手右手的那个 有没有 就是 我记得那个公事 有一个记者 叫钟圣雄 他看到这部片的时候 他说 这部片就很左啊 那边主要有点 叫小左 对 所以 而且他 就是我可以稍微提一下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人 后来最后觉得是多少 但是 我反而会想到就是 他其实前面 差不多的场景 他们在计划 那个要去偷 那个铜像的时候 他记不记得 他们就有讲过说 诶 分配工作嘛 其中一个人就说 啊那个 到最后 那我就来开卡车 那如果我没办法开的话 就你来开 那如果你不行的话 就换第三个人来开 大家过去的不太合理吗 你在高中生 怎么每个人都会开卡车呢 就是 是什么样的生活背景 让高中生 会开卡车 因为 可能有些高中生 可能连脚踏车 都不会起来 就是 就是这部片 其实有一些 不合理的地方 并不是他本身不合理 而只是 那可能不在 我的生活经验里面 对 然后 至于你刚刚说 那个 新闻里面 矛盾 大人就是这样啊 见人说的话 见鬼说鬼了吧 就是 他可能对记者来说 他可能就是 要维持效益嘛 他维持效益 可能也并不是 他对那个学校有多么 此生的情感 那只不过因为 倒霉被抓到握 所以他就趕快做 就说啊 这个 他们都已经 就是 他们都已经回过了 然后到 一门到教室 又认为这些孩子们 都还没有回过 因为真的应该 回过的是 像是这样子的成人 认法 大人是我 好 然后小文是不是可以讲 刚好 私人分配上这些问题 好 呃 喂 哦 好 那就是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网络 真的是 越来越发达 所以其实在网络发达了以后 其实对运动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 因为像那个以前 以前那个叫什么 台湾媒体 可能还被冬装的时候 可能那个叫什么 像什么 大家最知道最有名的 就520 520有名运动 结果那个 都被媒体有区报导 可是现在 现在那个318学运 就算中间在抹黑 可是永远有那种 往路的那个影像 或者G01 G01也会 也会被你现场转播 对 而且甚至那个叫什么 呃 411的那个 呃 411那时候 在为中正一的时候 甚至还是PT 像520 在网路上串 串的上去 大家都上去 而且还串到那么多人 还串 还围了几个小时这样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现在网路 没体 这样的 网路的 因为网路不断的散放讯息 然后而且 而且串联的功能也很强 所以对于 那个 运动的确是有很大的 帮助 我自己是觉得说 可能不只是这样 对 因为就是说 因为今天 像今天如果说 411来说 好了 呃 也许它可以达到一个 呃 资讯 资讯公开分享的 情形 可是能不能够 组成一个 呃 有拳头有实力的组织 我会觉得 那是下一步 非常重要的事 我不是说 这个东西不重要 而是它还有 要有 碰面下一步的动作 啊 例如说 这些群众 他散 他今天出来了 或者说像 330那时候 那么多人去围 总统府 然后 可是 那个 围完以后 然后大家回去 是不是用投票 都给你那个地方的庄奖 庄奖 那 那个 那或者说 那这些人能不能够 串到一个组织里面来 就是为这个运动人努力 那所以对我来说 现在更重要的 会是 怎么去做实体的组织工作 那广路 我觉得会是一个 很好的组织工具 但是 呃 下一步组织工作 会更加的有力 那更更加重要 也才会让我们的群口很大 谢谢 好 谢谢小伙伴 好 好 因为刚刚我说了一句说 呃 是成年人不是那样 但是现场有很多成年人 是不是 要短冲地说一下 就是说 呃 比如说啊 不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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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在里面可能更年轻 我可能有听过 都不要相当30岁以上 一个成年人 然后 我只能够说 呃 大家很快 就是过了这个很年轻的时候 就会像我一样 你改个老 但是我觉得那个 呃 如果大家怕老的话 大家只要想着 不要变成明显 讨厌的那种成年人 那你就 就 就会永远 都是 呃 都会像这部电影 那些人 一样年轻人 这样子 所以 我刚刚所说的 什么成年人 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可能是部分成年人 他们的 人的习惯 这样子 如果 只要 让我们就是 就是 只要让自己 不要成为那样子的成年人 哇 那 那 嗯 台湾就有失望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以后啊 讲那个 其实跟我心里想起一样 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从事 很多社会运动的过程里面 其实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都一直在想说 我们不要长 长大以后 不要变成那样大的 然后当你真正长大以后 我们常会就会变成那样子的大人 所以 这个一直在警惕自己 那 其实刚刚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们现在回到 这个广播资讯的 这个时代 那我觉得说 它是一个工具 那其实每个时代 每个时代不同工具 以前的人用写信在传递讯息 好 那今天进步了 开始可以传证 比较快一点 再更进步一点 你可以拿那个简讯 手机简讯 再进步一点 你又可以打 这个email 然后再来现在到这个 social network 就是脸书 twitter的时代 可是最重点是什么 这些工具都很重要 重点是我们人 都会走出来行动 集结在一起 然后 团结在一起 采取一些运动 行动 那才有办法真的 去发挥一些力量 那今天我想说 我们今天既然 讨论到很多 其实虽然讨论到 我是电影 但我觉得说 其实都 文匯到我们每一个 个人的身上 它其实会带给我们每一个 个人有不同的 对于 这些 对于电影的想法也好 或对于电影这个背后的问题 一世的一些 反省也好 那我 我希望说 也许 之后 我们还可以 通过这些 相关的议题 在哲午的讨论 那在哲午的讨论 那哲午就讨论完 那怎么办 就行动 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行动 因为有可能 在当中的你们 其中一个 或两个 一次的 哲午的这个议题 讨论你们就觉得 这个很重要 没有去做一点事情 那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 在一个改变过的行动的开始 那 其实我们从上个礼拜 我们上个礼拜 只有在讨论18岁的公民权 然后延续到今天 讨论青年的民旧 那 持续的我们也会 在一些 青年的相关意义上面 持续 做一些关注 然后来介绍 那最后我想说 在活动结束前 都要打个浮道 因为今天礼拜三 是哲学费星期五 所以这个礼拜 我们也有真正的 哲学星期五 再 好办 那我们这个礼拜五 要讨论一些很 在地的议题 因为大部分 都是从台中 当然有少部分 从台北下来的 还是从外地过来的 那我们礼拜五 在台中 要讨论一个 真正是在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台中要盖一个 叫做雪谷缆车 这件事情 可是盖雪谷缆车 照理讲 应该通过一个完整的 完毕的过程 然后 雪谷缆车 它真正 完了 盖了以后 光刚克来的 可是 是伤害到了 谁的家园 你知道吗 台湾黑熊 生长的家园 如果 我是台中人 我希望 台湾黑熊 谁跟我合同 好 所以我们这礼拜五 要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欢迎说 在场你如果有兴趣 或 你可能 没有碰的话 可是你可以介绍你的朋友 礼拜五 那我们持续在 民族问餐15号 同伴的那个地点 会进行文字 所以就星期五 那我想说 今天活动到 可以 可以 然后刚刚提到的 网络直播 你看我们辛苦的五哲五志工 都在做网络直播了 我也好想打广告 我如果想要跟你们 谈一下新媒体件事情 特别是刚刚同学讲过 我们为什么以新媒体 作为整个青少年解放 运动的一种机会 跟舞台 或后续我再跟钟禹讲 有没有这些人在 那我想打一个广告 特别是现场有一些 孟林老师 或者是高中的同学 我们在7月22号 到25号的时候 我们要代替一批都市里的 年轻青少年高中生 国中生 我们要去彰化 我们要去西州 谈土地争 谈农业 然后谈整个台湾 关于粮食这件事情 自己自己 或者是以农业 作为台湾的文化 这件事情 很重要 那它是透过大量的体验 透过大量的在 西州的那个地方 跟农民一起去农作 然后来思考 所谓指定 所谓正义 所谓来识问题 那我们有一个华丽的阵线 叫做吴舍老师 加929 吴志明 加吴舍老师的 女儿吴云零 然后加上面火系的 鼓掌扬大者 那 所以你们大概可以看到 我们的讲师 在多么激进的 跟我们一起 要谈这件事情 我们有少少的 几个名额 好希望今天 这五的朋友 特别是年轻黄 或是公平老师 你们想到的学生 可以加入我们 一起去西州 然后彰化的朋友 特别要跟你们讲 就是 我们接下来会非常认真的 透过中部的一些 比如说云林跟西州 彰化这些一起去 推关于农业这件事情 但是准备一些 谢谢 好 大家欢迎来参加这个 这么华丽的师资 一门重烈 这边彰化 唤醒彰化青年年 我们要打报告是不是 来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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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 我们是判张青的资公 那我们的组织 其实很多 可能海中人不太知道 但是我们是从318学院 在323那一天 行政院发生 驱逸事件过后 那我们有一群人 持续在彰化车站前进座 那进座过后 我们都去办社活动 甚至有请到一些讲述到 甚至到车站前做一个公平役谈的 行事的部分 那我们在整个立法院结束过后 我们就是想说要让这个组织 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一开始也是有参考到 哲学类型纪役和卓士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 哲学类型纪役 现在每周的事情 其实都 然后顾兵会请老师来拿去办会照 那顾兵师一幻醒彰化七年 他名字而已 我们就是想要幻醒彰化在地了 他对公共议题 没那么热心 甚至尤其是青年 而且我们的总召 很多部分 因为我们其实高额成装生成 都是当中的学生 那甚至有些 就是总召 他其实是个政治大学 刚毕业的法律区学生 那都是年纪非常新的 那我们都去办热活动的过程 我都当然也是有碰到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先连续到就是 每周五的礼拜 都会在彰化的同学地区 如果想要知道 第一点话可以 在我们Facebook的 換张西搜索 大概就知道 那在我每周的 台大在你帮生叫小道 看彰化去做演讲 那他很深心的 非常有趣的人 那讲的问题 是有关时期 是稍微演说的 那大家有兴趣 我会去关注一下 谢谢 好 大家网路 那個演出後搜尋 換行彰化青年 對不對 好 這個一定要搜尋 那 哲学星期五 那個歡迎各個NGO 來這裡打廣告 工商服都免費 那今天活動到這邊 那我们7月19號 哲学星期五 要正式進軍彰化了 那整午7月19號 禮拜六 我們會在奈何基金會 奈何紀念館 舉行彰化台北宿舍 保留運動的討論 好 那如果彰化 你有到處來幫忙 折五宣傳一下 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活動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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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